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不少房屋坍塌 医院停电 学校受损 所有学校停课 当局呼吁岸边民众马上撤离 中国驻墨西哥使馆证实目前尚未收到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的报告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欢迎回来 总统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 通过会民主党领导人就提高政府借贷上限 维持政府运转到12月8日等问题达成协议之后 参议院昨日下午通过作为其中一部分的153亿美元救灾资金法案 参议院以80比17票通过新法案 今天众议院也通过了这一法案 它将提供153亿美元用于哈维飓风灾后的重建工作 其剩余资金可能将用于爱马飓风的摘后修复 此外也将提供资金维持联邦政府运作至12月 该法案的表决结果为316比90 法案目前还需要总统特朗普签字确认 事后特朗普政府9月5日终止童年敌美暂缓遣返计划 DACA的影响 近80万幼年赴美的梦想生或将无法继续在美工作生活 美国总检察长Jeff Sessions周二宣布 该计划将不再接受新的申请人 未来6个月内许可证到期的参加者 可在10月5号前提交申请两年的续签 而在移民众多的德格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 由于飓风哈维和爱尔玛的影响 道路淹没 众多律师事务所关闭 中民将难以满足申请截止日期 对此 美国移民局并未做出任何延期的答复 德格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几万名移民 很可能因此无法赴美 超强飓风爱尔玛正朝佛罗里达州直奔而来 紧跟其后的则是8日已经升级为4级强度的飓风核心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指出 飓风核心已经升级为极为危险的4级飓风 最大风速约每小时150里 目前所在位置是被风群岛东南东外约415里的海面上 未来几天可能朝西北西方向前进 到目前为止 飓风核心的行进路线与飓风厄马大致相同 因此几天前才遭受厄马重创的加勒比海地区 恐怕灾难将会重演 根据气象预测 飓风核心可能让这些岛屿在短短4天之内 第二度遭遇强风侵袭 还有高达8寸的降雨量 气象专家指出 这是有史以来在大西洋海面上 首度出现两个风速超过每小时150里的飓风同时存在 美国国土安全顾问汤姆·博斯科特星期五在白宫简报会上强调 飓风厄马依旧是极具危险 且会危及生命的风暴 他警告说 那些在飓风过境路线上却还没有撤离的民众需尽快撤离 否则他们直到政府前来救灾前 他们都需要自力更生 博斯科特指出 那些决定留守的民众本应该有足够的食物 水和避难所来保证他们至少72小时的生活 博斯科特还表示 为了应对汽油危机 政府决定豁免此前的一项法规 将允许外国船只将汽油运送到美国港口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征信机构Ecofax今日称 他们的数据库遭到了攻击 这或导致近1.43亿美国人的个人信息可能被泄露 网络犯罪者能够获得包括姓名 社会安全号码 出生日期 地址和驾照编号在内的信息 此外Ecofax称 20.9万美国信用卡用户的信息也可能遭到泄露 这次信息泄露可能发生在5月中旬到7月之间 公司称 他们于7月29日发现遭到黑客攻击 Ecofax是全美三大征信机构之一 它有客户的贷款和信用卡资料 并有相关的决定信用分数的信息 消费者可以通过提交姓氏和社会安全号的后六位来查询自己是否受到影响 Ecofax也将寄送文件给那些受到影响的客户 美国大学入学考试ACT主办方7日说 由于美国境外一些国际考点出现泄题事件 主办方决定取消设施考点原定于9日举行的考试 并且不再重新阻止考试 由于被取消的考点大多位于亚洲地区 不少来自中国 泰国 新加坡等地的考生叫苦不迭 ACT考试与SAT考试均被称为美国高考 这两项考试既是美国大学的入学条件之一 也是发放奖学金的主要依据 这并非ACT考试首次发生泄题风波 去年6月同样因题目泄露 韩国和中国香港地区所有考点取消考试 美国国内定于9月的ACT考试受飓风影响 德克萨斯州 路易斯安纳州等地的考试将改日举行 研究人员近日表示 每天服用阿斯匹林可降低得大肠癌的风险 但一旦罹患大肠癌却可能难以治疗 研究人员说 这项根据数学建模获得的结果 如获统计资料和实验室研究证实 将意味着阿斯匹林具有预防大肠癌的价值 据报道 此前有研究显示 每天服用微量阿斯匹林至少5年 能降低日后罹患各种癌症的风险 包括喉癌和非小细胞肺癌的罹患率显著下降 大肠癌风险则降低一半 实验研究也显示 这种普通的止痛药能够暂缓细胞分裂和促进细胞死亡 美国成年人约有一半每天服用80至325毫克的阿斯匹林 以防止心脏血管疾病 不过一般民众还不知道 这种做法也可能防治癌症 在那方面 杜鲁多的自由党政府将在2018年7月正式将大麻销售合法化后 具体事宜及监管则由各省区负责 安省自由党政府先跨出一步 于今天宣布 一旦联邦政府将大麻合法化 安省将由省府控制的酒管局负责销售业务 在150个实体件卖大麻 另外将会建一个专门网站负责网络销售 不过这150个实体件不是设在酒管局旗下的酒铺内 而是与之分开另设新店 但工作人员则是酒管局的雇员 至于网络销售也是由酒管局的雇员负责运营 省府官员表示 到2019年7月1日 安省届时全省将共有150家由酒管局经营的大麻店 另外 上岸的鱼及大佛普拉斯两部台湾优质电影 目前皆获选于2017年第42届多伦多国际影展发现单元中放映 其中上岸的鱼是台湾新锐导演赖国安的首部作品 本年也获得西班牙圣赛巴提昂国际影展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入围 大佛普拉斯是纪录片导演黄信饶的第一部剧情长篇 驻多伦多台北经济文化办市处徐处长永梅表示 他很高兴华人优质电影受影展青睐 恭喜两部剧情长篇获得选应 希望本次入选两部影片的赖国安及黄信饶导演 能与多伦多观众及国际影展人士互动 借此激荡出更多的创作火花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如果你想关注更多的每周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PSTVUS进行订阅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